那么随着疫情逐渐的升温 医护人员也抱怨遭到了店家的不友善对待 除了是不欢迎用餐 就连外送服务商品也都随意的就丢弃在医院大门 护理人员相当难过 随着疫情逐渐升温 医护人员依然坚守岗位 站在第一线守护民众健康 花莲慈基医院也因此出现了院内感染的确诊案例 但没想到在这艰难时刻 却有医护人员面临到部分店家的不友善对待 可能去附近的店家买食物 然后大家就希望说最近不要来 然后或者是外送平台的送货订餐嘛 然后可能就放在外面 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让他们感受不太好的事情 会觉得很不开心 因为我觉得医护人员站在第一线为大家人民服务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被对待 花莲慈院也呼吁民众该害怕的 不应该是每天经过PCR筛检的医护人员 事实上只要小心戴好口罩 落实简讯实名制请洗手就够了 在医院里面能够出去过正常生活的 都是筛检为阴性的同仁 医院里面的同仁 其实在我看来也许是最安全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每天经过快筛 每天经过PCR 他们能够到外面去购物 能够到外面去吃饭的 反而是每天都经过这样筛检 阴性的同仁 如果这个病毒真的值得那么恐惧 那我要请问 是谁用他们的健康 在照顾另外一批人的健康 疾病不会因为病毒就停止 疾病的人需要人照顾 而附近店家则时下表示 并不是故意要歧视或刁难医护人员 是因为担心上榜足迹店家后 除了工作人员全数都要去筛检 还要面临协议消毒好几天 对生活会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才会特别注意小心防范 记者华联市综合报导